观光区好山好水 旅宿业也发达 为了救国旅 解决旅宿业房价偏高问题 观光赎近期在台湾旅宿网 设置了优素专区 严选超过1700家的 平价优质旅宿 推选条件要具有合法旅宿 或民宿登记证 通过机场安检 打出合法安心 平价三大诉求 选出破千间旅宿 不过所谓平价标准 竟然是平日双人方 13500元引发讨论 觉得大概是2500以下 注意我 我觉得应该这2000多块吧 3500左右 我跟我朋友去日本 不少网友傻眼说 平日3500元 现在是平价了吗 1500元再来跟我说平价 应该是2000元内吧 是拖节多久 而且是平日而已 实际比照台北市区旅馆 豪华双人房 13400元 不过如果驻日本市区 连锁商旅 搭车1400元就可以解决 价差不止两倍 这个有点高啦 说句实在话 我们讲到整体的大方面 没有路客进来 大家都在抢时 这一块的时候 价格会不会大 一定大 业者强调 旅宿业要有人流 足够平台 营业成本 自然价格就会下压 现在订出 3500元标准 简直不食人间烟火 也无法从源头解决 让民众难以负担 记得点赞 订阅 欢迎听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时宿与 转发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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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